奉主耶穌盛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道理,今天早上一起来分享从凡乱中平静的秘诀。 这一星期,相信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许多整个世界局势在变乱当中的不安。 在新闻当中,我们有听过温暖和世界上的不安静。 今天,世界上像一个地球村一样,世界上真的一个角落发生一些变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所以,最近你注意看,我们的油价一直上涨。 许多的东西都变贵了。 好像我们的荷包变小了。 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的变乱会让我们心里不安。 在战争当中,我们看到许多的伤亡。 在这个时代里面,任何一个地方,某些国家或者人民发生什么事情,基本上只要透过网路你都可以看得到。 这是在过去战争当中,一般百姓看不到的画面。 现在我们都可以每天都看到。 我们人很多时候都需要看,以赖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因为我们说眼见为凭,你看到就是一个事实。 所以,今天在网路上许多血性的画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以前战场上的那个尸杀,人员死伤,然后一些凄惨的状态画面,通常都是记者。 直接目睹的,现在我们每个人基本上也都可以看得到。 那当我们看到这些很残酷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不是会有一个疑问呢? 特别是在战争当中,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神在哪里? 特别是在战争当中,人们会问,神在哪里? 那如果是一个见拜神的人,或者是一个国度,他是受到这样的摧残。 通常我们第一个反应都会问说,神啊,你怎么不照顾?你为什么不出手干预呢? 如果你看到了一个很无辜的人,他这样就是因为战乱,或者是一些人的行为而受苦,我们通常都会想到说,如果真的有神,如果神是爱,为什么神任凭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现在请看一下诗篇79篇。 诗篇79篇。 我们最近在读诗篇,我们今天就来从诗篇来学习一些道理。 其实有篇的第九节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第十节。 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生你仆人流血的冤。 诗篇,从73篇以后,一直到83篇,这11篇诗歌都是亚撒的诗,都是亚撒的后代所写的。 那这一组的诗篇,它事实上是有关于以色列的选民,他们受到迫害,国破家亡之后。 他们那时候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诗歌,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那他们百姓受苦,国家被灭,那基本上很多不幸的事情就在活生生在他们眼前发生的。 那这个时候,你看,他们是一个受害者,他面对了这个压迫的人,非常嚣张的气焰的时候,他们听到这样的声音。 他们其实当心里是非常的不平,为什么神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 但是,他们第九节说,求祢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购。 其实,他们如果回顾他们历史的眼镜,就会发现这个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它主要关键就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 那他们求神说,神啊,你要为了祢名的缘故来救我们,为祢名的荣耀的缘故,你要出手来帮助。 他祢求神能够联悯。 那从一个国度来看,所以第十节说,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意思是说,你是属神的国度,如果有神在掌权,为什么神可以任凭祂的百姓受到这样的对待,而且好像神都无所谓。 那这个是从一个比较大的角度,从国家整体百姓来看的。 那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对我们个人的事情,我们在信仰上,曾经问过神这些。 他会这样说,神啊,祢在哪里? 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曾经问过神这些问题,神啊,祢在哪里? 有时候,我们会心很宽阔的去说,世界局势,国家的什么政策,其实我们都只是说说听听而已。 真的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还是我们个人有关的才是最实际的。 信仰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 所以通常我们接下去会问,通常比较关心的是说,如果我今天有病痛,如果今天我有困难,今天我遭遇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患难,那神怎么没有帮助我? 为什么神任凭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的家庭里? 如果是我们生病了,我们祷告求神医治,我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它是好像都没有什么效果。 通常我们接下去有一个反应就是说,神啊,你难道没有看到,你没有听到我祷告吗?你为什么都不管我的呢? 那有时候我们如果是一时之间碰到问题,比如说这个事情就发生,那我们就会跟神求,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有信心,你帮助我撑过去,我们一定会这样祷告的。 或者有时候有些事情就会突然,我们会坐下来祷告,请神帮助我们,请神祝福。 就好像Pandemic刚开始的时候,你看遇到这个病毒第一波息来的时候,你看多少人想到说是祷告,花时间祷告,然后弟兄姐妹互相鼓励,我们要靠信心撑住,求神保护。 但是,等到这个时间拉长之后,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一天两天可以,一个月两个月,两年之后,大家心里面就会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神都不理呢? 那可是后来我们慢慢发现说,啊,我们人就会有一个心理的反应,就是说,那如果神都不理,那我们人应该也要做什么? 但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去看,就会发现说,这是神对我们人的提醒,也是我们信心的考验。 其实我们人是很脆弱的。 我们人是一口气而已。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圣经这样写,看诗篇78篇。 圣经78篇,78篇的39节。 这圣经里面的一些话,其实都跟我们的实际的生活,这个生命的事实有关的,非常贴切,描述出真实的状况。 所以,圣经里面的语言很与我们的生命的生活。 第39节说,78篇39节说,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凡的风。 就是说,这当然是一个历史的回顾,这是在诉说神怎么看待这些世人的。 神想到了,其实人只不过是血气,就是带着血肉之躯,事实上是很脆弱的,成独座的。 那是一阵去而不凡的风,这个风跟灵是一样的,字眼。 我们的生命就是神给我们吹了一口气,最开始的亚当活了,然后直接要传点后代,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因着那一口气而存在的。 那所以当这一口气出去,不过再回来的时候就没有了,我们人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子,一口气吸不进去,然后我们就已经结束了。 这是为什么这个肺炎很可怕,它就是让你好像这么好好的,但是你最后就是呼吸困难,你就是呼不进去那一口,你应该有的气,然后我们就走了。 真的我们带着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的生命短暂,我们人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点都没有办法承受什么大的压力。 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结果今天我们肉体有生病,或者是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祷告神。 那这个就是今天有神的人,他跟没有信神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有信神的人他知道说,生命是神在掌握的。 有神的人事实际上是有福的。 那如果懂得倚靠神的人更有福。 所以这个神他的存在,我们不能够只是认为说,哦,我知道他有,我们一定要懂得说,当我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也愿意来投靠他。 其实,在美国这个社会,绝大部分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认为有神的。 但是,有神是一个概念,但是真的到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懂得来求告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的。 那要懂得倚靠神,这个一定是要经过事情发生的时候,而且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看到神他的心意跟他的对我们的要求。 那我们个人来看,其实我们每天都有一些问题,我们可能自己没办法处理,我们基本上都会祷告求神,我们期待神给我们回应的。 从小到大,基本上我们不管是什么年纪,我们只要有神的人,碰到问题,我们就想说我祷告神,求神给我指示。 但是,我们是否会发现说,好像我祷告神,神也没有讲话,神好像都不给我回应,那到底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继续跟神祷告。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的。 我们现在请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我们在读旧约,其实我们这个道理如果想通了,跟心里是一样的,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新旧约圣经是一贯的。 神对我们人的要求也都是一致的。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主耶稣说, 说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回心。 我们今天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我们一定要常常祷告,不可以回心的。 不管遇到的是我们个人的病痛,我们家庭的问题,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选择。 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要先祷告。 不信的人,不信神的人,他说神在哪里。 我们今天信神的人,我们知道神在哪里。 神,祂是灵,祂是充满以色弯路。 没有一处没有神的,神充满以色弯路。 随时我们都可以跟神祷告。 在哪个地方都可以祷告。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确定神,祂现在是跟我同在,在我的心里。 而且神也一定在天上。 祂是在检查世人所有的一切。 所以没有什么事情在我们人间正在发生是神不知道的。 神用祂的能力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包括我们人的生命,人间的一切。 祂不但创造,祂还让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可以存活,让整个这个环境可以这么有持续的运转。 包括我们人类,从古道经所有历史的眼镜,其实都在神的掌握底下。 时常我们都会想说,这个恶人为什么不死呢? 那有的人就想说,用人的方法就把他杀了吧。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人就变成神,好像生命是我们掌握我们,要这个人活就活,让人死就死。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懂得神存在,神掌握一切的。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跟神祷告,求神,生冤,求神主持公义,按照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时间。 所以有神的人 他基本做什么事情 都会从神的角度去想说 神他掌握一切 那他现在正知道我在做什么 既然神知道我就要跟他祷告 我们不能反过来说 那神都知道我干嘛要祷告 神本来就知道啊 但是当一个人愿意祷告的时候 表示说他相信神他存在 而且神他掌握一切 神要我能够表达我的心意 这里第一节 主耶稣用比喻 特别要我们不可以灰心 要常常祷告 他就讲出了这个寡妇 这个可怜的寡妇 他会求这个不义的官 那这个寡妇把他的案件提到这个官面前 这个官就知道这个寡妇要什么了 早就知道了 但是这个不义的官之所以不义就是 他不管这个可怜人 但是这个寡妇他没有其他的方法 他只能够不断的来求这个官说 拜托你帮我解决 圣经特别在第五节说 这个寡妇这个烦饶我 我就给他申冤吧 就是说这个寡妇他就不放弃 他就一直要去找这个官 你就是要跟我处理 就是他一直去烦 烦到这个官实在是没有办法 不处理他的事情了 最后这个官就把这个寡妇的问题 就把他解决了 然后主耶稣讲这个比喻 其实他就是要我们用这样的态度 这个心情来不断的跟神祷告 虽然神知道了 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也知道我们现在有什么困难 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很不公义的 但是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跟他祷告 时常祷告 每一件无时不刻在跟他诉说 主啊你要帮助我们 这样子到最后神一定会垂听的 所以祷告 他真正的关键在于 能够持之以恒 不断的一直祷告下去 直到这个事情解决 所以我们祷告 不可以跟神设时间 我们不能够跟神说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什么 神 神 他有他自己的计划 神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最好 所以神不要自作聪明 想要帮助神说神啊 这样子对我最好 所以要常常祷告 碰到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很烦的 你会觉得说 想不懂 先祷告 而且要 恒切祷告不可以灰心哦 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 神一定会处理 但是神有他的时间 我们就让神做他自己的事 那我们人的意义 要做的就是 你要记得祷告 跟神说 好 那怎么祷告 现在看回来诗篇77篇 当我们 有时候祷告一段时间 发现说 神好像都没有在回应我们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最困难的 结果就好像说 今天一个苦难 一开始发生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准备 但是等到这个苦难延长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可能就会 产生很多的疑问 所以人家才会说嘛 久病无效值 如果这个父母亲 生病生很久了 那个儿子一开始很关心 很体贴 照顾 久了之后 就跑掉了 受不了了 如果这个人很好相处 大家都很喜欢跟他相处 但是如果这个人不好相处 忍耐一段时间就算了 不要了 这个包括儿女对父母亲都是这样子 或者是父母亲对儿女的事情也是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时间拉长 这是一个考验 我们要祷告 要祷告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耐心 74篇第一节说 我要向神发声呼求 我要向神发声 祂必留心听我 你看他英文把他发声 你要大声的 大声的跟神 哀哭了 这个就是说 我要大声 我要大声跟神哭 哭给他听 表示说 因为有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痛苦 或者是烦乱 我们会想说 我要爆炸了 那你要爆炸 千万不要去跟人爆炸 你要跟神爆炸 去跟神大声的哭 其实七篇 他这里有一个重点 就是他对神 为什么没有出手拯救 为什么神允许他的百姓受苦 他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特别在患难的时候 特别在患难的时候 我们来现在看第二节 我在患难就是寻求主 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第三节说 我想念神 我就还照不安 我沉淫悲伤 心变发昏 那这里有一个系 就是暂停一下 先想一想 这里的患难之日 其实它只是 在患难当中 不是一日的问题 是一段 其实一段 很长的时间的 那我在患难之日 就是他懂得 要来跟神祷告 求神来眷顾 那我在夜间 不住地举手祷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他说我在患难之日 叫行求主 表示说我在患难的时候 神好像躲起来了 找不到 到处去找神 好像神跟他捉迷藏一样 躲起来给你找 你又找不到 你就心里就很急 那我在夜间 不住地倒 不住地举手祷告 那意思就是说 这种患难 让他晚上都已经失眠 睡不着觉了 那睡不着觉就祷告 祷告而且还不是 只是说梦祷 他是举手祷告的 那举手祷告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姿态 是说 就好像我今天快要存下去了 我已经快要淹没了 神啊你要救我 你把我救起来啊 整个晚上都在祷告 他没办法睡觉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 师哥的那个形态 他就是要让我们明白说 这样的人的祷告 他那个时候所受到的折磨 内心是何等的不平静 已经没有办法睡了 然后他在第二节 最后一句话说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不肯是拒绝的 拒绝受安慰了 那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本来是在寻求神的 对不对 他现在是要找到神才会满足的 就好像神跟他捉迷藏 他现在一定要亲自找到神 他才会满足 他才会受安慰 那个其他的东西 他都不会满足的 所以就好像你今天 要跟一个人在玩捉迷藏 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人 才算数 不会另外一个朋友说 我在这里 你在这里 跟我什么关系 他要找是那一个 他要找的人 所以除非他真的找到神了 不然任何其他的事物 他都没办法满足 他不会受安慰的 只有神能够安慰他 那这里第三节 他接下来说 我想念神 我就烦躁不安 英文他就 在看英文的人 就比较了解说 其实他想到神 他就一直的 埋怨神 他一直 就是一直叹气说 哎呀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然后就会火叫 然后就会很激动 说怎么会这样子不公平 他意思是说 我现在正在找神 我想到神 你在哪里 你怎么让我找不到 他内心就很激动 就好像 像神吼叫 咆哮一样 这样很激动的 在跟神说 神啊你在哪里 那第三节接下去说 我成瘾悲伤 心就化昏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他神 他跟神抱怨说 神啊你在哪里 他对神 非常觉得神 不公平的时候 当他意思是说 当我像神 这样子毛眼 咆哮的时候 结果我就晕过去了 那意思是说 我就变软弱了 我什么都没有力气的 所以这个就在说明 我们一个情绪的表达 有时候我们找不到神 然后一直想说 神那一定要 这个时候你要给我看到 那其实当我们 一直埋怨神的时候 最后你就晕了 你就变得很软弱 我们再看第四节 你叫我不能闭眼 我烦乱不安 甚至不能说话 你把我看起来 你把我看起来 意思是说 我心里面很不平 很生气 已经到 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 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了 我们今天有时候 我们今天有时候 你在祷告当中 对一些事情 一直求神 但是神都没有 没有回应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想说 不要再讲了 那这个在说明 我们今天要寻求神 那这个是一个考验 有时候我们人会 会非常的忧闷 就是说神啊 你在哪里 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跟神赌气 不要跟你讲话了 有时候祷告就会没力了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 因为这个表示 我们的信心即将要失落 我们为了我们的想法 去想神的事 有时候我们想想看 我们拜神 我们有一个观念 好像神要听我的命令 我要祂做什么 祂就要做什么 不然我就不高兴了 圣经的这一段话 我们如果只是想想看 这里 祂的 如果用另外一个方式 来看祂 它是这个意思 祂说我要寻求主 我要跟神祷告 大声跟神祷告 寻求祂 但是祖神 祂藏起来了 祂让我找不到了 我每天晚上都失眠 举手跟神求 主啊祢救我 但是祂还是不理我 那这个时候 我拒绝其他的事情 神给我什么事情都不要 我一定要找到神才可以 我一定要看到神本身 让我可以体验到祂 然后意思是说 本来我一想到神 我就想要跟祂吼叫 我要跟祂咆哮 跟祂理论 但是我只要想要跟神抱怨的时候 我就运过去了 我就没力了 那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祷告 我没办法睡觉 因为我内心很不平 烦乱不安 我心烦乱乱到无话可言 这就在说明 当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 神如果都不讲话 这个时候最大的考验就在这里 患难有时候是可怕的 因为突然来的那个考验 有时候让我们不知所措 但是患难其实不是真的可怕 因为患难像一波一波的冲击 一波来的一波又走了 这个事件总是会过去 就好像那个海浪一波一波来 像那个疫情也是这样一波又一波 一个事情发生了 它总是会过去的 患难它总是会过去 但是患难是一个考验 最大的问题就是 当我们在患难当中 感受不到神 而让我们觉得 神到底有没有存在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时候表示 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沉默不已 为什么神让我们找不到 他为什么把他藏起来 那这个时候接下去第五节 四篇的作者 他现在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看第五节说 我追想古时之上古之年 就是说他要从历史里面去好好的找出来 为什么神是这样做的 回顾历史 过去神所做的事 第六节 我想起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 门心自问 我心里仔细审查 在这个很黑暗的时候 他现在想起来的 他有一首歌曲 他想到他晚间曾经唱一首歌 这首歌很有可能是在歌颂神的慈爱的歌 因为这首歌 他让他可以心里面仔细去想一想 沉思默想说 到底神 他的怜悯慈爱 他的永恒 不见了吗 改变了吗 神改变了吗 因为这首歌 让他想起来 想起来 去认识 Wall the Lord reject forever 他其实这里说的 我心里仔细审查 事实上他在灵里面 事实上是 他想要去明白说 神 他的属性 神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想想想 什么是 神的自然 我们现在看第七节 他问了四个问题 中文看是三个问题而已 但其实他里面有四个内涵 第七节说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 不在世人吗 第八节 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 他的应许是是废弃吗 第九 难道神忘记开恩 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 你看他这里所提的问题 基本上跟他的 跟神的属性有关 神是慈爱的 神是怜悯的 神是公义的 那神是信实的 有关系的 表示说他本来 他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也是神本身自己的宣告 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当初神跟摩西这样子大声宣告 三十四章的第六节 是神亲口说的了 主神在他面前宣告说 主神主神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 这里你看到 其实神他是 他是充满慈爱 他是有怜悯 他绝对不会搞错的了 他不会轻易发怒的 他对罪他是很厌恶 所以他会刑罚那个罪恶 但是神他也愿意人悔改 所以神的慈爱 他事实上要人回转 归向他 所以这个神有一个特质 他是愿意赦免罪孽过犯 他愿意向人施怜悯 施慈爱 他是永远不变的 他是信实的 他在这个时候 重新是想说 我所敬拜这个神是谁 这是他过去 已经很 一直以来都要见拜的这位神 本来是很清楚的 那现在他一连问这些问题 都是跟这个神的属性有关系 难道神变了吗 其实没有啊 神没有变的 我们知道神 他从古至今 昨日今至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 那现在要去重新思考 我们今天所拜的神 那这也是这个作者 他本身在做的事 当他再一次的这样子 去回顾的时候 他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他发现真正的重点 在他自己 我们现在看回来诗篇77篇 七十七篇的第十节 七十七篇第十节说 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 但我要追念至高者 显出右手之年代 这个中文那个 但我要追念 这个特别有点点点 表示说这是翻译的时候 所加上去的 在言论上是没有的 那他这里是说 他等到重新思考的时候 他发现说 这是我的软弱 我的懦弱 表示说 这个时候 他发现以上的 他这些难道神 怎样 都是他自己的问题 对神的不满 或者是对神的疑惑 其实来自于 自己本身的软弱 我们人通常都是这样子 如果不顺利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是先埋怨神 神为什么你不看顾我 好像神本来应该照顾我们 我们不管做什么 神都应该要接纳我才对 然后我们很自然就会认为说 神不公平 神为什么你爱别人 为什么不爱我 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见证 为什么我都没有 那是不是神把我忘记了 或者是甚至直接怀疑说 神到底有没有存在 好像说 我们现在对神 就是觉得说 我如果有需要 你就要符合我 我现在需要你做什么 你就要听我的话 你才叫做神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 怀战不安 我们内心不平坚 是来自于我们错误 错解的神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谁 你看到这里 整个诗篇 他一直在想调 我什么我 都是在我 都是从我们人的角度 我的主观的意思 去看神应该怎么做才对 当我们只能一直在强调 我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越来越不平安的 会有很多的疑问出现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要回到神这边来 重新想想我们走去卖人是谁 什么叫做真正在敬畏神的人 要去想这位神 祂的永恒 祂不变 那要去想神的作为 过去祂的作为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问题都在来自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的信仰不坚定 我们对神的体认没有根基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法 希望神来成全我们的心意而已 在第十节里面 他特别提到这个至高者 至高者 就是神是至高的 祂掌握一切 祂曾经有一些很奇妙的作为 已经是事实 就是我们可以去回顾的 然后接下去 祂就要开始去 纪念神过去所做过的事情 然后之后 祂整个心就平静了 所以真正要让我们可以 去从怀难当中 变得非常的平静 而且会很懂得感谢 来自于我们要记住神 所做过的事 那第十七篇的接下去 一直到七十八篇 七十九篇到八十篇 都在讲神所做过的事情 在历史上的作为 然后他最后得到一个结论 这位神 没有可以比的 我们看第十三节 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 有何神大如神 十四节说你是行歧视的神 这位神第二十节说 你曾经像一个牧者 引导你的百姓 好像羊群一样 这位神是关心他百姓的神 他是一个牧者 你要跟着他的 要紧紧地跟随 因为他是最好的朋友 他让我们知道哪一条路是对的 尝试 两百六十三首 祝给我们一个平静的环境 来继续传扬福音 迎接主耶稣再来 彼此带导 有一些在患难当中的家庭 同龄 我们祷告求主耶稣 世恩眷顾 同心祷告 敬语 commodity 对 歌车